今天我們討論這個案子 就是很感謝我們的提議人 然後跟所有這個 到現在8000位了連署人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聽大家的想法 今天我們希望解決的方式 並不是來討論解決一次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會議開完之後 也會讓相關的部會帶回去 做後面的第二個方塊的部分 也就是更深入的 真正的這個政策或是服務 未來要怎麼樣去改善 如果說發生什麼事故的話 尤其在重度醫療的部分 往往就是後床的過程中 會混沌於台二十六線 那也就是說為什麼我提出 我們是不是能用空型的直升機 來進行後床的一個任務 本部現在公眾情務總隊 所屬的五個駐地規劃 那有關於公眾救護 轉診 救災救難的任務 都已涵蓋到恒尊半島地區 那我們鄉民的運事過門連署的 就是說你們要駐點嘛 要駐點在我們的恒尊半島 不是說你們從高雄揮下來 那就不用了 專科的人力 那麼在我們平衡地區不容易聘請 所以我們也有去協調醫學中心 到這個恒尊來支援 如果說我們的重症的患者 能夠用一個空勤支援醫療後手 那可能會比較 就是對這邊的 那個行程上會比較的縮短嗎 像衛福部這邊 如果能夠來補助恒尊半島的醫院 增添他們的醫療設備 提升他們的醫療設備的 的那個層級 所以我想第一個 可能還是要建立說 怎麼讓民眾相信跟認知說 這邊的醫生其實也還是不錯的 目前評估的結果是 如果這一段要做所謂的快速道路的話 是不具經濟效益 那我們主要有四個活化的措施 他們有提出一個構想 就是說希望恒春機場能夠提供 國際包機或是國務的 國際的商務專機來飛航 這個評估的一個時間 我們是想說它是在102年 以前做的一個規劃案 那是不是經過了五六年了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來重新啟動 再重新評估 交通基礎建設的話 能夠改善的話 恒春很多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那包括醫療問題 我們會很希望說 就是說之後的所有的討論 不管是今天有cover到的任何地方 我們可以回過頭 來用這份資料當作基礎 謝謝大家 謝謝